记得了 记得了 好了不管了 没来就少听一点 好远端遥控 你就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如果你是直接 这个是安装好的 安装好打开它就会变这样 那如果你是没有安装的 打开它会先问你说 你是要直接执行还是要安装 然后你是个人使用 还是什么公司使用 那你就选个人 然后就是直接执行就好 好就可以不用安装 好那它会出现这个东西 那这一个ID 就是你这台电脑的身份证的ID 就是你的电脑的位置 然后这个密码是这一次的密码 这一次的密码 你下次再开密码会不一样 那如果你想要这一台 常常要被遥控 要把密码固定的话 你要在这边 其他的选项里面 这边去做安全性 这里把你的密码 key进去 这里就是固定密码 比如说我们现在学校穿堂那边 有一台就是我刚刚讲 播影片的主机 那我会要求说 如果说学务处有影片 要把它丢进去 那哪里有什么影片 或者PowerPoint 要把它丢进去 让它自动播放 可是他们又不想操作 他不会东西拿水冷碟去那边操作 他就会把东西拿给我 那我也不能每天一直跑 所以我就用这个远方遥控 直接遥控那台电脑 然后就把档案直接传过去 丢进那个资料夹 然后看要做设定 我就做一点设定 我就人不用到现场 包括如果你们家谁的电脑坏掉 等下要找邱老师 我也是跟你说 你先打 你先把TimView装起来 然后你就把ID和密码告诉我 我就帮你遥控 直接帮你在电脑上处理 就帮你处理到满意为止 这样你就不用亲自过去了 好 那所以这边可以固定密码 好 那如果你不固定的话 就是先用这里的密码 好 我先切给各位 各位先把这个画面打开